今天呢我们会介绍 这个 食善业 上一次 其实上一次的前两堂课呢 现在在YouTube 我们这个 就是St.Louis佛光山的YouTube Channel 是可以找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的 就是没有听过听讲的人呢 都可以来听 好 那今天呢 上一次我们讲是夜报的证件 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讲 还是一样讲中华韩经的夜香饮品的食善业 那这个经 这个呢 食善业经 其实我们之前上一次是讲了五个经 这个夜香饮品 其实是有十部小经 那其中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前五部 前五经 现在呢讲后面的 那这个 在夜香饮品里面呢 其实有 大约是三部经 完整的讲到了食善业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其中的两部 但在看这之前呢 我来简介一下 那个 有关于上一次是讲了佛光山的佛光大藏经 那今这一次呢 我们来讲英语的南传的尼科耶 那之前如果大家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看没有参加过的 可以到我们的 阿嘎玛 不叫阿韩 他们叫做尼科耶 尼卡亚 所以这个是 大家如果听到 尼卡亚跟阿嘎玛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那但是呢 尼卡亚是南传的 阿嘎玛是汉传的 好 那我们呢 南传 其实有英译 当然也有中文译本 中文译本的话是这个 袁亨寺 他翻译的 但是呢 为什么我不介绍这个袁亨寺的版本 是因为呢 听说是有一些 误译 当然这个 这种翻译的错误 可能是在所难免 但是呢 还是介绍一下 比较贴近于原版的 所以我会使用英译 英文的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有 这个英文阅读的能力 那其实我觉得 你如果要看阿含经 其实是可以 用英译的南传 尼科耶 跟汉译的这个阿含经 来去做对读 就是去比较 那你会发现有一些 有趣的事情 当然它会 它会让你知道说 原来中文是 那个意思 英文的意思 那我怎么样子使用英文 去解释 中文的 或者是一些 佛教的一些 教理 所以这个也很好 那或者呢 你的 因为都是文言文 有时候呢 其实文言文 并不是很好 理解 尤其是有 像我 我因为是 国二 应该说是国一 只到国中一年级 就出国了 那所以中文 不是很好 要看文言文的话呢 阿弥陀经 看得懂 地藏经 这些 这个 纠摩罗什的 大师翻译的 看得懂 其他的 这个大师翻译的 可能 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呢 如果你也有 我的这样子的困难的话呢 而且你又懂得英文 的阅读的话 我可以建议大家 可以去看英文的对读 用对读的方式 来理解这个经典 所以我们要介绍的是 这个sutacentral.net 是在 已经都在网站上了 这个呢 给大家 知道 好 这个是sutacentral 就是英译 南传 尼科耶的 长相 所以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powerpoint 弄掉 要换另外一个东西 用 这个 用我的 网页 来给大家看 这个是我们的 对不起 这个是我们的 佛光山的电子 大藏经 是长这样子的 那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的话 请到前面的那个 YouTube 这个video去看就好了 好 我先跟大家介绍 这个呢 这个呢 你其实只要打sutacentral sutacentral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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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巴黎文的sutra的意思 我们常常都念sutra 就是经 经 central 中央 中央嘛 经典的中央 ok 好 就是sutacentral dot net n-e-t 不要打成com 就找不到 或者去找到其他东西 net 那你在 dot net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边 你这个 你就压这个 如果你压不出来呢 或者是你这边压不出来 你就先到 introduction这里去 先把它弄好 然后呢 你就可以 这个 你就可以 就可以读了 好 这个呢 要先介绍一下 这个南传的尼卡亚 南传尼卡亚有五部 所以你会看到 一二三四五 还有后面的杂 这个后面的这个 others 所以五部 我们四阿含经有 四阿含有 长阿含 中阿含 杂阿含 真一阿含 当然这个没有 照那个先后顺序 应该是杂阿含线 在中阿含 长阿含 跟正一阿含 在这边呢 你看到长 这就是长部 就是我等于我们 北传 或者汉传的 什么的 这个 南 叫做长阿含 middle 那你就知道了 middle就是什么 就是 中阿含 link 你就先不要滚他 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没有关系 我们就看一下number 下面一个number number就是什么 就是数目字 对不对 所以什么东西 比较像数目字 就是增一阿含 因为它是增一 这是法术 就是从一开始 然后呢 再加一 就是增一 就是二 对不对 二之后呢 就是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再三 所以呢 它是用什么 它是用数字 去做归类的 这一部 这部经 就是说阿含 正一阿含呢 就是用数字 去归类的 所以叫做numbered 或者叫做 正一阿含 好 那其实这四部阿含 除了长 中 正一 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 杂阿含 对不对 杂阿含的话 就是linked 在这边linked ok 那还有minor minor就是杂 这个我们所说的 小杖 小布 ok 小布 这个呢 是四阿含经 没有的 就只有在哪里呢 只有在五部 这个五个南传的尼科耶 看到 ok 那其他的话 这个就是 又是其他的 这个就不讲 那我们今天是讲中阿含 所以我们看中阿含 好 这边有三个 大家不要被这个 吓到 再跟大家讲 这个sutta 就是金 vinaya 就是律 abhidama 就是杖 就是论 金 利润 三丈 ok 所以这个什么呢 这个 网站呢 其实是 把所有的南传的 金 利润 都把它收 收边 收在一起了 好 那他有好处 什么好处 当然这个 第一个 我们先看中 中部的 好 pli 就是呢 就是巴黎 这个呢 你这个点下去 你看会有看到 root language classical chinese 就是文言文 所以这个呢 这个就是中阿含金 所以我们点进去 好 他所有的 从第一 mae 从第一金开始 就开始排列 ok 还有呢 他每一个经典 当然他有一个经名 英文的经名 然后这个是中文的经名 之后呢 就是英文的翻译 他就有英文翻译 有些有 有些没有 他可能开始要翻译 其他的 其他不是非英文的翻译呢 有什么呢 有印尼文 还有一个越南文 ok 好 这我们就因为看不懂 所以就不用 好 还有呢 他有一个 这边就有写 一个英文翻译 两个 其他的 语文的翻译 然后呢 这个是 e edition 就是他的什么呢 他的原始经文 是怎么样子的 ok ok 所以当然他就是 taisho tripitaka taisho就是大阵仗 他是用大阵仗来 来 这个 这个是大阵仗 然后呢 再下来 parall parall就是说 他有 对等的经典 很相似 类似的经典 经文都在这里面 比如说 这个 善法经 就是 中阿韩的第一经 善法经 有 三个 经文 是跟他很相似 相似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 adamanu sutta 等法 七法品 第八支 七支 大家如果看得懂 这个 an eat t就是 胎雄 就是大阵仗 t 胎雄 那当然 t27 就是 大阵仗 第27经 的 什么呢 他这边有一些 这个的部分呢 就是他的 那个 序号 这个是在 如果你要去 c beta 找的话 他就会有 这个是 这部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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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独障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说 我们要 这个 是 什么呢 是 夜相应品 夜相应品 是从 十 第十经 开始 ok 我们上一次 有讲 言语经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 第十一经 对不起 第十一经 到第二十经 是 夜相应品 好 言语经 他已经有一个 英文的 英文的 这个什么 translational 但是如果没有呢 像说这些后面 这都没有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我教大家 去看其他的 比如说 我们说有 这个 和破经 我们上次 也有读到的 ok 就是这个 和破经 就是讲什么呢 讲这个 扇叶就像 油一样 浮上去 二叶就像 石头一样 沉在水里面 ok 好 所以不管你 你 你 这个 祈祷的 多 多用力 这个 油 就是会浮上去 升天 你的善业 就会升天 二叶就会下沉 不管你 祈祷的 多用力 ok 好 和破经 他的 paral 就是他的 对应的 经典 有一个 是在 这个 我们说的 an 就是应该是 我看一下 应该是 杂 杂 杂 含吗 要真压 含金 真织布 那我们可以压下去 压一下 ok 好 压一下 哎呦 这是什么 什么字啊 这个呢 是他的原文 就是他的 这个 南传 尼科耶 的原文 他把它 Romanize 拼音 用英文 拼音 把它拼出来 本来都是 这个字都看不懂 对不对 都是用那个 巴黎文的字 写的 他现在把 巴黎文的字 弄成 英文 发音 ok 那但是 你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看 很简单 这边 往下压 这边有一个 英文的 就是 这个英文 就是 Bikkhusujato 他翻译 巴黎文 经典 所以 哎 你就看到了 ok at one time the Buddha was staying in the land of the Sakyans near Kapilavatu in the Banyan Tree Monastery ok 好 那再来一次 那如果呢 我们现在要看 比如说我们 现在要看 罗侯罗经 我就直接看了 这里 ok 好 哎呀 对不起 还是要重新来一次 会比较好 第十四经 叫做罗云经 如果呢 大家要看 他的中文的经文 你就到 这个 root text 他就会有 这个 所有的经文 就出现了 好 但是呢 这个经文呢 就有点可惜 他没有什么呢 他没有一些注解 在福光大藏经里面 是有注解的 好 之后呢 我们这边 往上 往上 右上角 这边有一个 这个勾勾 你压下去 他就同样东西 就会出来了 你看这样子 ok 好 所以呢 他有对照经典 罗云经 他有一个对照的经典 我们可以点这个 试试看 就是那个了 好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 弄成中文 Advice to Rahula at Ambalatika 这是应该是一个地点 就是他 佛陀对 罗侯罗 说法的经典 所以就是 罗云经 ok 所以这个就可以 对读 中文跟英文的对读 如果大家 不懂的话呢 等一下 大家自己 往上 在上面 玩玩看 好 所以这个是 对读的部分 我们今天呢 也会讲 对读 经典的对读 让大家 比较清楚一点 好 现在再把它 弄成 这个PowerPoint 好 我们今天讲 十善页 十善页的 在我们的 脑海里面 就是 五届的什么 五届的 多一点点 对不对 ok 多了一些 多了另外 五个 ok 那 十善页有什么重要性呢 在 《观无量寿经》里面讲 如果呢 你要 生彼国 这个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要修三福 第一个福 就是 最后一个 就是要修十善页 大家有看到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 往生净土的 其中一大要件 还有呢 第二个 在十善页道经的管理法 这个是十善页道经里面讲的 这个是大 而且是大师 他大师其实有讲 讲 写了一本书叫做 十善页道经的管理法 ok 所以他讲什么呢 十善是五届的延伸 而且扩大 他是身为人的枢纽 所以我们说 人天的佛 这个人天秤的话 要修持人天秤 表示说 你要投胎 转世成人 或者是投胎 转世到天道呢 你就要修五戒 跟十善 所以也是做人的根本道德 还有呢 很多经考 譬如说 华言经 幽婆色界经 入宗论 色波罗密多论 这一些经论里面呢 他说 十善页道 是菩萨界 他是什么 他其实呢 是主要的德恨 就是人的主要的德恨 跟五界是一起并称的 ok 还有呢 十善页道经里面讲 诸菩萨行一切佛法 贤供依此十善大地 而得成就 ok 所以我们可以讲 十善页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基础 就是我们这个 练功夫的时候 要打马 要打马步 对不对 做庄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 站庄 站庄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十善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十善页的内容 大家如果 就是已经受持了五界 然后呢 也有参加过 这个佛教课程 佛学课 或者是有参加 这个我们的佛学会考 就应该知道 十善页的内容 他呢 是以三页来发展出来的 三页就是身口异业 好 那有什么呢 身页就是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口业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以其语 一页就不叹 不辰 不辞 我想这个大家 应该是已经耳熟能详 十善页是什么 就开始念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十善页里面 其实已经包括了五界 其中的五界 就有四界 不杀身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还有呢 也包括了什么呢 也包括了去除三毒 有没有看到 不贪 不撑 跟不吃 所以去除三毒 又怎样呢 又有受持五界 对 好 所以这个是十善页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看 看 detail一点 每一个页来看 我会用这个三个东西来解释 每一个十善页 第一个是 这个我们的中阿韩的十五经 叫做丝经 第二个呢 是中阿韩的第十六经 叫做截兰经 第三个呢 我会用新云大师的十善页道经的管理法 这一本书来解释这个深夜 这个十善页 好 十善页叫不杀生 第一个深夜 就是不杀生 在丝经 这个第十五经 丝经里面呢 他其实是对着比丘讲的 佛陀的对象是比丘 那所以呢 他是什么呢 他说 你这个有以下东西 不要做 是不好的 哪以下十项呢 所以第一个就叫做杀生 所以他是用什么呢 是用这个反正面来讲 那截兰经是说不杀生 离杀 所以他是两个不一样的 大家要比较去把他脑子 把他动一下 好 所以杀生的另意是什么呢 叫做极恶饮血 其遇伤害 不辞众生 乃至昆虫 有一些人看到某 有一些 比如说动物啊 就很想要把他 怎样 对不对 OK 我想这个应该 大家 可能是下意识的动作 但是呢 你这个是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 已经是什么 是一个杀生的 心已经在里面了 OK好 所以呢 有一些人 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 有时候 这个很奇怪 对一些东西是不仁慈的 这其实就是杀生的心 那不杀生是什么呢 叫做离杀 断杀 除了呢 你要远离杀心以外 就是像我们诗经讲的 这样子的 还有呢 断舍 舍断 这个 怎样 这个 这种心态 还有舍弃刀杖 有惨有愧 有慈悲心 饶溢一切 乃至昆虫 毗于杀生 禁除其心 就是连杀心 这种杀生的行为 还有这个思想啊 都没有在心里面 都没有在这个脑海里面 OK 好 为什么要有惨有愧 应该可以了解 哎呀 这个有伤害别人的心 哎呀 对不起 我有这种心态 我要怎样 哎呀 好 这个惭愧惭愧 很不好意思 我没有赋予给予慈悲心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没有慈悲心 所以有惨有愧 那有了惨有愧呢 就怎样 就可以发慈悲心 然后饶溢一切 好 那当然大师 有把这个 把这个杀生啊 又做了一个衍生 怎么样的衍生呢 就是浪费时间 OK 如果浪费时间 就是一种杀生 不爱惜 不爱惜物品 任意糟蹋 缩短他的使用年限 他也是杀生 比如说 哎呀 这个有一些人 很奇怪 这个有一些人 这个同样东西 他可以使用五年 但是呢 有一些人 这个同样的东西 他可能 这个不到半年就坏掉了 他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使用的方法不对 或者呢 不爱惜他 随便这个乱丢啊 或者是这个 轻轻 这个重重的放啊 这样 比如说我们 这个有一些东西 是很 很 很娇贵的 那他不能够 放得很大力啊 那这个 这个就会怎样 如果你放很大力 他就会减少 他的使用年限 OK 所以呢 这个不爱惜物品 也是一种杀生 所以呢 要慎用时间 还有呢 要什么呢 要这个 零散的时间 用零散的时间 完成很多事情 对很多的东西 物尽其用 就是对时间 跟对物品资源的管理 就是不杀生 OK 好 所以这个是 不杀生的部分 好 不偷盗 很简单 这个诗经 就说不予取 不予而取 这个意思 不予而取的意思呢 就是 人家不给你 你就怎样 你就拿了 OK 就叫做不予取 不予而取 比如说 这个 明明这个 我知道这个树 树的这个果子 树上结果子 别人的这个家里 树上结果子 跟他的这个果实 很好吃的样子 然后呢 怎样呢 你就看到他 他篱笆的 怎么 快到篱笆的外面 我就怎样 哎呀 伸手 这个摘下来 吃下来 吃了 这个是什么 因为这个果子 果树呢 是别人的 所以呢 这个不予取 就是你没有问别人 这个你可不可以拿 然后呢 结果呢 就就拿了 就叫做 不予取 拙他财物 以偷义取 就是呢 你看到人家的 不管是这个 钞票 或者是物件 都是属于别人的呢 你就升起了一个偷盗的心 然后呢 去怎样 去做了这个 别人 没有经过别人 这个允许你拿的 这样子的行为 这个就叫做偷盗 OK好 那秦兰经怎么讲呢 当然他叫做不偷盗 所以呢 离不予取 还要断不予取 这个不太一样 离就是 你可能心里面 还有这样子 但是我身体 可能就怎样 就先不要做 那断呢 就是连这个偷盗的 或者是不予取的 这样子思想都没有了 所以叫做断 OK好 予之乃取 人家给了你才拿 乐于予取 人家给了 你就很欢喜的拿 OK 常好不失 除了自己 别人给予我拿 也说谢谢 谢谢 还有呢 还会不失给别人 欢喜无令 没有令色的感觉 觉得只是 哎呀好欢喜 欢喜 欢喜就叫做 与你分享的快乐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欢喜不力 不忘其报 就是呢 我给你这个东西 你以后要这个 你就欠我 你以后要还 或者是 你怎么这么没有 不给脸啊 或者是说 怎么那么没有 没有意思啊 我上一次都帮过你啊 那你这次你也要帮我啊 这个呢 都是什么 都叫做 忘其报 OK 所以呢 不失 不忘其报 OK 所以呢 这样子呢 就是不偷盗 OK 好 所以他这个什么样 他的定义 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OK 好 大师怎么讲呢 大师 当然我觉得这个 如果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这一本书 十善业道经的管理法 这个是在网站上 幸运大师文集 全集上面 其实都有了 好 那 他这一部经呢 我觉得 大师讲这一本 这个不偷盗 讲的蛮有趣的 他讲 他举了一些例子 大师举了一些例子 他也讲 举了孔子 当然孔子 这个是为什么会有孔子回答 那是因为 孔子那时候 因为身处 我们都知道春秋时代 他其实是 也是很乱的 OK 世道艰辛 所以呢 有一次呢 这个孔子呢 就怎样 就跟佛陀一样 这个 遇到困难 所以呢 就弟子就问说 哎呀 原来 君子如老师宁啊 也会遇到困难 孔子就说 哎呀 君子顾穷 小人穷 思烂 以 OK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这下面有 有德之人 就是君子 即使贫穷 也不会 怎样 不会忘失的本分 但是小人一穷 就可能会自暴自弃 而且呢 为非作歹 这个他的 这是君子顾穷 小人穷 思烂 以的解释 OK 所以呢 平时要养成 知足不贪 不求 非分之财 的观念 然后呢 加上勤劳 节俭 有宽厚的心 跟人不失结缘 生活 就会 富足 不匮乏 OK 好 这个是不偷到 所以不偷到 不是只有什么 不语取 不是只是 丝经的讲法 还有什么 衍生到 要不失 要 不吝啬 而且呢 不忘 你失了 就不求报 不协银 讲的这个 比较 非常非常的 什么呢 好像教条一样 但是呢 真正的要去实践呢 是颇有一点点的困难 等一下我们讲到实践面呢 我们可以来 来看看能不能有开放讨论 好 不协银 还诗经有讲了 只要这个女孩子 是有父母 兄弟姐妹 或者是族人 去保护的 那你的侵犯了 就是 邪淫 OK 好 那 邪兰呢 邪兰经是讲什么呢 邪兰经就说 离非犯恨 断非犯恨 勤修犯恨 这个其实比较属于 不淫 OK 所以呢 因为这个是在讲圣弟子 圣弟子 所以呢 才会有这一段 大家不要误会 以为是什么 这个在家人是不是也要怎样呢 断非犯恨 不是 这个呢 是什么 这个是比较属于是 这个圣弟子 就是出家弟子 所讲的 这一个是出家弟子的部分 那左边呢 这个就比较是不邪淫的部分 就是在家人可以手持的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对这个父母啊 有父母啊 这个单身的啊 就不侵犯 不侵犯 身体啊 好 不妄于 这个诗经讲 这个是我们现在 对不起 我这应该是口业了 刚刚没有改 改到 好 口业 不妄于 在这个食 这个食善业 里面呢 有四个 是口业的 所以你看口业都比 艺业跟深业还多 多一个 不妄于呢 诗经里面讲 或在众中 在眷属 就是在亲戚朋友之间 或在王家 就是你面对你的这个政府啊 在政府机关面前 若呼比问 若呼比问 辱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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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如果呢 问你 你知道 你就说 然后呢 比不知言之 知言不知 OK 就是我知道就说我不知道 知道呢 也不说也说不知道 这个就叫做妄语 不见言见 见言不见 你有没有看到谁 没有 其实你有看到 你说没有 或者呢 这个 你不见言见 就可能 哎呀 我就是有看到他 可是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看到他 OK好 为己为他 莫为财物 知以妄言 这个呢 是为了自己的关系 还是为了别人 或者是为了要 这个保护你的财物 或者是什么 为了要夺取他人的财物 这个都叫做妄言 好 来这里 秦兰经讲离望远 言断望远 要真谛言 说真实语 乐真谛 助真谛不移动 一切可信 不欺世间 对世间不欺狂 所以呢 增加 就是建立自己的信用 这个就叫做不妄语 好 十三页道经的管理法 讲什么呢 是一般的妄语 是以欺骗人为目的 而说的不真实的话 说了一次谎 就要又要说第二次 第三次 圆前面那个谎 对不对 那有的人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说谎 对不对 有些是为了脱罪 或者是算计别人 犯了妄语界呢 枪害他人 也断了自己灰命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 妄语很简 好像讲一句话也没什么 没有 不怎么样 但是其实呢 你说了之后呢 我们脑筋回路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相信 所以你说了 你不相信说呢 叫做睁眼说瞎话 对不对 OK 那你或者是你不相信你说了 但是你一听 听到了之后呢 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去说服 你自己 你的下意识 这不是这个 这有这种潜意识里面 你就会 自己要说服你自己 说的东西 所以你 你如果说了一个 这个谎话 下一次 其实呢 你已经 其实你已经 这个是个什么 叫做 已经是 这个猛虎 这个东西已经 放开了 你要追也追不上去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出去了之后呢 你要再把它拉回来 是非常的困难 或者呢 它会怎样 它会影响你对 真理的 或者是对真实的 一个扭须 所以呢 不忘语是很重要的 等一下我们会讲 罗云经 罗云经就是讲 不忘语 好 为什么不忘语 是要值得被呵斥的 不两舌 不两舌 两舌就是 你想想看它的意象 为什么用两舌 就是两 这个我们有两个 两个嘴巴 OK 然后呢 东家长 西家短 OK 好 这个讲一讲 那边讲一讲 这边讲一讲 这边的这个什么 这边的 是非 从这边搬过去 那边 那边的是非 再搬过来 OK 然后呢 以这个挑拨离间为乐 OK 这个就叫做两舌 好 所以不两舌 就是不离间他人 欲离别他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离间计 文此与彼 欲破坏此 文彼此 欲破坏彼 OK 何者欲离 离者复离 OK 是说 哎呀 有一些人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很奇怪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 看到人家很和和 哎呀 我就想要怎样呢 想要在中间 就让他们的感情 或者感情破裂 或者友谊破裂 OK 让我从中得利 有这种人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就叫做 两舌 然后呢 何者欲离 离者复离 而作群党 乐于群党 称说群党 群党就是怎么呢 哎 你就是一群的 然后呢 这一群人就对抗 别人 就是呢 这个就叫群党 这是不好的 尤其是如果生团要和和 或者是 这个我们的 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 或者是一个团体也好 其实都要和和一心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群党 乐于群党 称说群党 这个都是不好的 这就叫做两舌 对 好 离两舌 断两舌 行不两舌 破坏它 当然不闻此与彼 欲破坏此 不闻彼于此 欲破坏彼 离者愈何 何者欢喜 不做 什么 这个看到人家 哎呀 这个 家人 或者是可能夫妻 或者朋友 产生误会 那你赶快怎样 赶快 哎呀 这个从中调 调解 这个就是什么 离者愈何 何者欢喜 让大家更能够和合 更能够融合 不做群党 不乐群党 不称群党 比于两舌 净除于心 这个是两舌的部分 那大师怎么讲呢 他说 这个是为什么 两舌有什么果报 就是呢 一个人对三宝的信仰 对自己的信心 对他人的信任 都能始终如一的坚固 是来自他的口业清净 不破坏他人 而得的 不被动摇的果报 OK 好 所以你看你对他人的信任 你就可以想象嘛 如果呢 这个对他人的信任 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 言出必见 我也不会这个离间他人 不会破坏别人 这样子呢 我才能够什么 我就信任别人 要不然如果你一直离间别人 这个 别人讲一句话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啊 用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立场啊 或自己的脚 这个 这样子的习惯来讲 他是不是在 要离间我 或者他是不是要怎样 要来占我的便宜 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是因为呢 你自己都自己占 占别人的便宜的嘛 OK 好 所以呢 自己的心啊 就知道啦 如果呢 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要先 先看一下自己 自己是不是 这个什么 有这样子的行为 因为你的行为 产生一个种子 别人再启发一个 你的种子 OK 就是这样子 OK 木耳口 木耳口在佛经里面 叫粗言 就是 很粗 粗俗的话 OK 好 比若有缘 瓷器出拱 OK 恶生逆耳 有些人讲话 你就会觉得 怎么好像 这个 很不好听 OK 你就很想要远离他 应该有这种人 众所不喜 众所不爱 使他苦恼 令不得定 OK 你看 令不得定 表示说定是什么 定是一种心态 是一种和平的心态 所以你 你讲了一些语言 让什么 让对方 这个心里面 这个起伏 难定 这个其实就是恶口 OK 所以不是什么 不是骂人 就才是恶口 那种 有很多人 这个说话 不太脏 脂的 但是呢 你就听起来 就是非常的 刺耳 OK 让你的心里 非常的 不欢喜 这个都叫做恶口 好 离出言 离出语 出言 若有所言 慈气出口 恶生逆耳 众所不喜 众所不爱 这个跟什么 诗经讲的是一样的 OK 段如是言 但是他下面有讲 讲这个 不恶口的话 若有所说 清和 柔润 顺耳 入心 可喜可爱 使他 安乐 言声俱了 不使人味 定他 得定 这个还是 需要一点点的 努力 譬如说 有一些人 声调的问题 对不对 语言的 使用 词句的表达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需要去学习的 需要去修炼的 让人家听起来 怎样 哇 这个听起来 非常是信寿 所以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叫做 清和柔润 顺耳 入心 可喜可爱 使他 安乐 OK 好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想象 有一些法师 哇 他讲 讲经说法 就会让人家觉得 哇 好信寿 但是有一些人 讲 这不是只是讲经 就讲 讲一个话 你就觉得 受不了了 这个 这个就知道了 OK 好 好 这个口页 还是样 写错了 大家就知道 我是什么 我是copy and paste 好 不其语 在诗经里面讲了 比非实说 不真实说 无意说 非法说 不止习说 又富称探 不止习事 违背于时而不善叫 义不善喝 就叫做其语 好 OK 好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就是 要事实而说 要说真实的话 说何于情理 何于义的 何于律的 这些语言 就叫做不其语 OK 好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谍兰经》 其实也是 也是很类似 跟诗经是一样的 诗说 真说 法说 义说 只习说 乐 只习说 事顺 时得已 善叫善喝 OK 好了 比如说 这个有些人 气正当头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怎样 你就开始 这个老生常谈 对不对 开始说 开始说叫 哎呀 不要这样 怎样怎样 虽然你说的都是很好的话 或者是都是对对方好的 但是呢 那个人怎样 气 还没有消 你那个时候说 这个时候就是没有 没有在时间 在一个正确的时间 讲话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什么 也是一个奇语 哇 所以这个要讲好的话 这个语 说好话还蛮难的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大师说 奇 有花丽 美妙的 的意思 当然我们隐身 是讲话过多修饰 至虚服 华美 而不真实 无意义 还有呢 杂乱误会 不正当的言辞 这些都是干扰人心 对修道 就是修心养性 没有意义的语言 所以如果我们 能够不起语 就为智者所爱 自己也能有智慧 为大众所敬爱 OK 好 所以你看我们说 不乞语 不两舌 不恶口 或者是不出 这个不 这个不 还有呢 不妄语 这样子讲话 这样子听起来 好像突然 我都不知道 怎么讲话了 有没有 哎呀 这个师父 以后呢 我一碰到师父 我就说师父阿弥陀佛 之后我就怎样 就无声席的歌唱 OK 这样也不对 这样呢 还是要练习 OK 好 意义 我们的意义 有不贪 不撑 不吃 所以我们先来看不贪 贪 就是贪嗣 见他财物 租生活俱 尝试求望 欲令我得 OK 哎呦 他那个东西 如果是我 我的多好啊 对不对 OK 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的 去念的都贵族学校 就有很多有钱的同学 有一次我就跟这些同学去玩 然后去玩的时候呢 那个同学 同学 那时候是去游泳 因为菲律宾都是游泳嘛 所以呢 这我们都全身湿搭搭 而且又是 又是海水 对不对 咸咸的 又不可能这样子就走回家 所以呢 那个 有一个同学就说 我 我家的有一个别墅 就在附近 我们说 哦 别墅 OK 好 我就心里 好啊 OK 然后呢 那我们就 坐船去好了 OK 坐那游艇 OK 然后呢 那我们就去等啊 等码头 在码头就等啊 等了之后呢 这游艇就来了 哇 这个豪华的要命啊 然后呢 有一个同学 我就看到另外一个同学 就上船之后呢 就坐在那个豪华的那个 那个椅子上面 然后就说 啊 This is life OK 我说 哇 这个 OK 所以呢 这个同学们也很 Enjoy 还好他没有说 哦 我这个如果我的 我有这个多好啊 OK 好 或者呢 这个已经 说我有这个多好啊 这个还是一种 一种希望而已 但是呢 是怎么样呢 是变成说 你这个东西 应该是我的 OK 或者是 哎呀 这个我要从哪里啊 把它夺取过来 这个都是什么 就是更为什么 更为 更为可怕的一个意念 OK 好 一 秦兰金怎么讲呢 离贪事 断贪事 心不怀争 见他财物 租生活去 不起贪事 欲令我的 这个跟什么 跟这个 诗经是 这个是很相近的 OK 就是 不做这些事情的 诗经是说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贪事 那秦兰金就说 如果我们断贪 离贪 就是 那个就是 不贪 OK 好 大师讲什么呢 我们的烦恼 磨患 就是因为 放纵六根 而来的 如果色心首意 明白贪欲 本无体 直径 变成谜 所以呢 本来是没有贪的啦 那为什么 会会有贪呢 是因为我们执着了 别人的财物 所以呢 我们就怎样 我们就一头陷下去 然后呢 就没有办法 就开始追求了 所以呢 贪欲其实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这样子讲 这个其实贪欲 也是一个 这个 虚妄不实 就是他是 他是 他是 这个 因缘 财 欲 缘 即印 因缘 因缘 所以他是死去忘不死 所以呢 这样子 这样子想呢 心无望求 无论外境如何 都能以 政治观察 很重要 政治观察 自然行无颠倒 于身心求 福德财物 各方面都 自在 无畏了 好 不过 称 当然 我们在 经典里面 叫做 慧 所以我们有时候 叫做 称慧 称慧 那在 诗经叫做 急 急慧 又嫉妒 又有这种 这个 慧怒 这种 OK 好 他有 意怀 争绩 哇 这个 这个 非常重的字 OK 好 做什么念头呢 比众生者 那些人 应该杀 应该 应收 应免 应 主 秉出 其欲令 彼受 无量苦 这个就叫做 忌慧 或者是 称慧 OK 好 就是说呢 他有一种 愤怒的感觉 然后呢 就说 这些人 比众生者 这些人 或这一个人 应该 杀 应该 怎样 要把他抓起来 应该把他 怎样 把他 关起来 应该 免除他的什么 免除他的职务 或者免除他的什么 什么 权责 或者呢 应该 把他 驱逐出境 或者是 把他 驱逐到 哪 不要跟我们 在一起 或者是 不要在 这个行业 像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叫做 称慧 其欲令 彼受 无量苦 这个人 这个是 不好的 所以呢 应该 这样 这个就叫 称慧 好 离生断生 有惨有愧 有慈悲心 饶意一切 乃至昆虫 比于忌慧 净除于心 这个好像什么 好像就是 不杀生嘛 对不对 这个秦兰经 里面的 不杀生 其实呢 我们可以讲 杀生 为什么会有杀生 可能就真的是 这个称慧的 称慧的问题 所以 如果你 不称恨 你就可能 这样 你就会有 不杀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断根本 大师讲 用色大成论 讲 他有五种观照 怎么样子 去除称恨 前面的这个呢 都是去 怎么 去把它定义 把这个 称慧来定义 我们在 大师有讲 在色大成论 有提到 这五种观照 可以去除称恨 第一个 观一切众生 无始以来 都跟 就 我就有 有恩于我了 所以呢 我都这样 我在回馈 第二个 观一切众生 都念念生灭 何人能损 何人被损 OK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 哎呀 一切众生 也是什么 这个念头 也是 生生 这个生灭 很快的 所以呢 既然这样子 你我 都是一个生灭的 就像这个巨炮一样 这么 这个沧海一树 这个就算了吧 人生都是灵星 嗨嗨 人生 嗨嗨 OK 所以呢 这就算了吧 对 好 我们就不用计较那么多 这个 把时间拉长 这个无限的时间 我们只有 这个不到百年的时间 像这样子 为观法 无众生 有何能损 即所损 这个跟刚刚 第二个一样 观一切众生皆自受苦 怎能再加之于苦 说 哎呀 这个众生啊 他自己有 也有他自己的什么 夜报啊 他自己的这种恶业 会遭到更坏的恶果 所以我干嘛 怎样呢 我干嘛 再加诸于他呢 加苦于他 观一切众生皆是我子 怎能伤害他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哎呀 这个照顾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以伤害呢 好 所以这个是一夜不撑 最后一个 十善夜 我们已经差不多讲完了 OK 不吃 不吃 吃就是邪见 就是也是 也是称为邪见 所见颠倒 如是见 如是说 无师无灾无有咒说 什么叫做颠倒的见解 就是这个下面的 就是这个无师无灾无有咒说 无师就是没有不师的果报啊 无灾就是没有这个修行 清净的戒恨的这样子的果报 还有无有咒说 还有无有咒说 咒说就是一些祭祀 或者是一些Prayer 没有这样子的 祭祀的功德 OK 或者是说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要这个 我们礼拜啊 我们这个礼佛呀 这个或者是我们送 送咒啊 我们祝愿啊 这些都没有功德 无善恶业 没有善恶的业报 也没有 没有善恶业 就没有善恶的行为 也没有善恶的业报 无此事彼此 就是没有善恶 没有这个 没有就是我们直接一事轮回 就结束了 无父无母 这个应该无父无母 OK 这个有点严重 好 事无真人往至善处 事无真人往至善处 就是真人其实是佛 OK 在这边是应该是佛的意思 没有佛能够怎么呢 是怎样 善处善去善向 都是一个涅槃的境界 所以呢 就是没有佛陀这件事情 此事彼此 自知自觉 自作证成就由 就是没有佛陀 没有佛陀这样子的 的人 也没有佛陀这样子的证证物 也没有佛陀所证的成就 这个就叫做邪见 好 邪见在秦兰经也是如此 也是同样的一个讲法 所以这两部经呢 对邪见来讲 或者是对这个痴 无知无明来讲 都是同样的说法 就比较没有不同的见解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十善业的德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就 会有什么样子的成就 我们修了十善业之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边有讲 诗经有讲 这个是诗经的一个 我把它摘录的这个经文 多文圣地址 你看多文圣地址 多文圣地址 其实就是一个 他是已经证悟的阿罗汉 舍身不善业 修身善业 舍口意不善业 修口意善业 这就是在修十善业 比多文圣地址 如是具足经境界的 OK 成就身境业 成就口境意境业 OK好 那其实呢 我们所说的小说 身善业口善业 跟义善业 这就是十善业 这个叫做什么呢 如果你修行成就 就叫做具足经境界的 那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戒其实呢 大家不要害怕 戒不是说 我们不能够做 什么东西都好像 限制一大堆 其实呢 在戒的这个 一个最主要的 一个精神来讲 他是 立身 我们人的 这样子的 立身的标准 OK 所以呢 是一个 算是 这个 Virtual 英文叫做Virtual 他不是一个 这个不是 法律 而是我们要做到的 道德 OK 好 能够呢 他成就了之后呢 会怎样呢 会离 会离真 当然啦 这不 不怎样 不称嘛 对不对 离真 当然啦 因为你也不杀身 对不对 这个 口业都很好啊 口德很好嘛 也离真论的啦 去除睡眠 无调啊 去你的心意会很清静 因为异业清静 所以 去除了睡眠跟无调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你的异业没有办法清静的时候 你会堕入昏沉 跟堕入这种 七上八下 这种意乱纷纷的 这样子的 这种思想 供高 断移 度慢 这个是 哎呀 我很怎样 哎 我很 很 很好啊 这个 这个都是什么呢 这都是 比较是属于烦恼的 对自己来 看自己 很好 看别人都不好 OK 正念 正志 无有于痴 比心 与 辞聚 遍满 一方 成就有 所以呢 他就怎样呢 因为 修 十善业 身心 柔软 所以 跟 慈 我们 说 跟慈悲 相应 还有呢 聚足 慈悲 好 所以呢 心 心与词句 无节 无怨 无惠 无争 极广 盛大 无量 善修 你看 这个 感觉 很好 那你 你会觉得说 那这个 其实我们 在这边 我想 大家可能 会有 这个 有部分的人 会有 这样子的想法 师父 你讲的 这个 十善业 好难 我每次 做的时候呢 感觉都 好像 这个 这个 别人 这个 不公平 或者是我 吃亏 其实 大家不要 这样子想 为什么 第一个 第一个 你如果有 不公平 吃亏 这样子的 感觉 就是你的 十善业 还没有修好 你心中 还有高下之分 OK 那你 一定是 哪里 可能是你的 称惠 还没有修好 不称 还没修好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呢 你会有 这种 高下之分 没有办法 跟 慈心 普惧 OK 好 慈悲相应 身心柔软 还有呢 你的 这个 身心 会越来的 越来 越 细致 不会很 粗糙 我们刚刚说 口语 对不对 不 恶口 这个 讲话 很粗糙 有些人的 这个 言辞 讲话 非常的 粗糙 听起来 就很不顺 有些人的 身体 很粗糙 行为 很 这个 这个 很 不用心 或者是 都 这个 丢三 落四 的 OK 这其实呢 都是什么 都是因为 我们的身心 没有统一 因为食善业 没有 没有做好 所以如果我们 食善业 真的做好了 身行 这个口 这个 身口 意呢 去除贪嗔痴 其实就怎样 真的就是 可以身心柔软 然后呢 跟慈悲相应 对 具足慈悲 多好啊 这是修食善业的成就 好 那 还有呢 他的功德是什么 既然有成就 他就有功德 OK 第一个 不随恶业 因为你已经 你已经都是 这个什么 都是 这个叫做 已经有 有习惯了 这个人有习惯性呢 去做好事 对不对 就不随着恶业 还有呢 没有恶业 当然你不做恶业 当然怎么会有恶业呢 这边就写 这个边 经文里面 佛陀说 自不做恶业 恶业和游生 既然你没有做这个恶 这个恶的种子 根本没有啊 他从哪里生来呢 OK 所以呢 要修什么 修食善业 OK 还有呢 可以生善道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会怎样 我们会 生天 对不对 会这个 人天的 这个修行 的这个 人天秤啊 就是修 五戒跟十善 这就叫做 生善道 对 所以呢 他怎样呢 你只要 修了十善业之后呢 这后面有解说 不辞此生 枉至彼氏 但随心去此 什么意思 就是不会因为你的身形的身体的行为 而怎样 而去往下一世 而是以你的心态 随着 随着你的这个慈心 而往生 所以会怎样 当然如果你是慈心的话 就是 生善道 可以正果位 所以刚刚讲说 慈善道是什么 一切 菩萨道的源头 因为可以正果 OK 因为呢 而且呢 因为你是与慈心相义 你行慈心解脱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呢 他怎样 他可以正果位 正德 什么果位呢 必得 阿纳汉 阿纳汉是四国的第三国 不还 或负上德 上德是什么 第三 让人就是第四楼 对不对 第四就是什么 就是阿罗汉国 OK 所以很好啊 就是修食善业 不只是什么呢 不只是可以上身人天 他还可以怎样 他还可以正果 好 所以就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人天秤 而是什么 而是一切修行的根本 一切修行的源头 好 那我们刚刚讲诗经 现在讲截兰经 当然截兰经 他有讲到什么呢 有讲到这个功德 修行的功德 那我们修食善业的功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截兰经怎么讲 但是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 诗经 我刚刚讲的 诗经是对什么呢 是佛陀 对比丘 说法的 OK 那这个对象不一样 所以他说的东西也会 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截兰经 是对谁说呢 就是对截兰人 OK 那这个对象是在 喜色子 潜兰人 他就是在 加辟罗魏国的旁边 有一个 乔萨罗国 那这个 喜色子 村呢 这个村庄的人 就是在 乔萨罗国里面 就是他的 他的一个 领土的 一部分 那这个截兰经 是要解答一个 潜兰人的疑惑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人 这个原文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这潜兰人就问 这个佛陀 就趋坛 趋坛就是佛陀的意思 搞他嘛 趋坛就是搞他嘛的意思 所以 搞他嘛就是什么 就是佛陀 乔达摩 乔达摩 OK 又叫趋坛 OK 好 他是在 在问什么呢 问说 佛陀啊 有些人 有一些老师 或者有一些外道的人 或者有一些婆罗门 说 我的法最好 其他的人都不好 然后呢 另外一个佛陀 另外一个婆罗门 或者另外一个 这个六师外道的人 泛智啊 就是修行人啊 又来说 我的好 那个人 之前的人 之前来的人不好 OK 我的才对 所以 我这样子听来听去 我都听糊涂了 到底哪一个是最好的 或者哪一个人是讲假的 还是哪一个人是讲真的 所以佛陀就来解答 怎么解答 第一个他用什么呢 他用一个东西来作为解答 第二个呢 就是他用食善来做解答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用 佛陀第一个先用什么这样的解答 这个解答呢 没有在汉译经典里面 是在南传的经典里面发现的 是同样的对异经典 像相似经典 佛陀说 第一个 你们不要因口传 不要因传承 不要因传说这样那样 或者不要因经账之教 不要因为你们推理逻辑 不要因为身思厚 或者不要因为有能力的 就是你们的这个 沙门 或者是这个 这个修道人的形象 讲什么你就听什么 不要因为沙门 这个我尊敬的 或我遵循的老师 我就听信了 而要怎么样呢 要说 要自己知道 要自己判断 要自己去实践 实践了之后就说 这些法是不善的 这些法是有罪的 这些法是智者所责备的 受持这些法不利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要舍断 那说很简单就是 如果这些法是善的 这些法是有利的 而这些法是智者所赞叹的 而实行这个法之后呢 会有好的果报的 那这个时候要怎样 当然要受持咯 他是佛陀在这个 杂阿寒3.65经讲的 这是杂阿寒 不是啊 杂 对不起 说错 杂布 杂布讲的 就是南传的杂布 Kesaputia 他的这个 这是精明 对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再来跟大家讲 他其实是在讲三学 这个呢 当然 三学就是文师修 你听到的东西 你就要怎样呢 你就要去思维 然后呢 你要去实践 OK 所以呢 听文的时候 文的时候 就要有这三 有这十项 的去做filter 做这个过滤 不要因为传说 就信以为真 不要因为这个是传统 就信以为真 不要因为这是流传的消息 就信以为真 不要因为这个是宗教典籍 哪一个经典写的 就信以为真 不要因为根据逻辑 就信以为真 不要根据哲理 就信以为真 不要在尝试 不要因为符合尝试的推测 就信以为真 不要因为符合自己的 见解观念 就信以为真 不要因为演说者的威信 就信以为真 不要因为他是导师 大师 就信以为真 而是要怎样呢 要自己亲自实践 自己亲自去试验 去思维之后 才怎样呢 才去相信 这叫做正性制 那佛陀既然讲了这么多 之后呢 他就讲了 要这个样子 这个推崇什么 推崇三学 这个什么 对不起 这三会 这个文师修 OK 三会 我打错了 OK 好 来 三会 文师修 三学是界定会 OK 好 修食善业的功德 好 来 我们来看 多闻圣地值 心无 心无节无怨 无会无真 便得是安稳住处 这个是说修食善业之后的功德 所以这个截兰经呢 第一个就是赞叹 这个大家 就是解释 解说 这个 潜兰人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之后呢 就讲食善业 之后就赞叹食善业的部分 因为食善业可以怎样 可以透过文师修 然后呢 来证得 对不对 所以呢 佛陀就讲食善业 好 来 我们来看 这边的 他的功德是什么呢 第一个 往生散住 第一个 有现身的利益 第三个 无恶念苦恼 第四个 无浊欢悦 OK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呢 他这个 是安稳住处 其实也是在 部分的回应 潜兰人的问题 好 这边可能大家觉得 有点怪 有此事彼事 有善恶业报 我得此身 此正见相应业 受持俱主 那这边后面 为什么写 若无此事彼事 无善恶业报 好 这边 他是其实佛陀在讲 如果呢 你受持了食善业 之后 你得到了 这个 持无量心 对不对 你这个 片满 十方法界 OK 身心柔软 然后呢 你再遇到 一些的 这个修行人 跟你讲 我们有这个 我们有来世 我们也有善恶业报 OK 然后呢 你就会 你既然 听闻了之后 你就知道说 如果 我真正的 像你所讲的 有三世因果 有善恶业报 那我修了食善业 就会怎样呢 就会 生善处 生天 所以是往生善处 那如果呢 有一个老师 又来了 另外一个老师又来了 跟你讲说 哎呀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轮回啊 也没有善恶业报 人只要这个 在这个 在世中 跟随自己的心 就好了 你死了之后 就没什么都没了 对 那你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受了食善业 怎么样呢 身心柔软 你就会说 既然这样子 那既然我 我也没有 没有未来 如果是真的 你是这样子觉得话 你如果 你想 这个老师讲的 都是真的 那我后 我也没有来世 那但是呢 我在这一生 我修了食善业 身心柔软 所以呢 我其实是怎样 我的这个食身 很正 OK 其实 人 对我的这个 我的形象也很好 人对我的这个 也是很正面啊 那所以呢 这个对我来说 也没有什么差 有我来世 或者没来世 对我现身 都没有差 对不对 OK 好 下面呢 就是说 无恶念苦恼 因为我做 我修了食善业 绝对怎样 绝对没有念恶 不作恶 所以呢 苦从哪里生 对不对 OK 还有呢 无浊 欢悦 OK OK 好 如果呢 我都不做 我都是修食善业 我没有做这些十二业 跟十二业相相应 所以呢 我不犯事故 我也不会恐怖 我常常慈敏众生 我也不会与众生共争 因为食善业嘛 OK 口何无真啊 没有啦 嘴巴都不用讲 不讲这个谎话 不讲争论的话嘛 没有粗言啊 两舌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怎样呢 我就心里面 很清净 无浊 就是很清净 而且很欢喜 所以这个是 截兰经所讲的 修食善业的功德 不管今天 你来世 有没有来世 或者是 有没有业报 升天还是 升天与佛 我现在 当下做的食善业 我就是有现身利益 OK 好 我们下来 可能 时间会来不及 但是先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罗云经 OK 这个罗云经呢 那其实就是讲 罗云经 罗云经是在讲一个宗旨 叫做不忘语 他是用不忘语去 去衍生 衍生出来说 这个身口一三叶 OK 好 所以这个是罗云罗的故事 也在 也在那个 这个 大师的 释迦牟尼佛传 跟十大弟子传 里面都有 就是罗云罗在当 撒咪的时候 他就 小朋友嘛 就很调皮 就会 捉弄别人 所以这有两个信徒 就要来拜见佛陀 那这个 就问 问罗云罗 哎 佛陀现在在哪里啊 那这个 这个罗云罗就说 哎呀 就就讲啦 就说 见笔 见齿说笔 见笔说齿 就讲这个 就是忘语 或者是讲 这个 当然就说 哎呀 佛陀现在 佛陀可能现在 现在正在 灵鳩山 但是他说 佛陀在竹林金色 那竹林金色跟 这个 灵鳩山 走路很远 OK 就来回 要大半天 所以呢 这就 这两个信徒就跑 就 就怎样 扑空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罗互罗就很 很得意 就看到这两个 两个人 风尘仆仆的回来 就是 你们还没有见到佛陀 还 还 还这个什么 洋洋得意 OK 所以呢 这样子 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当然这个小朋友 就 以他捉弄 这个人为乐 他也不见得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反正小朋友 人家觉得 但是呢 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就开始 渐渐的 就不满 人的心中 不满 就出现了 然后就 佛陀就知道了 佛陀知道之后呢 就来 有一天就去了 罗互罗的住处 就是住的地方 那佛陀就 罗互罗就看到他 爸爸来了 爸爸 那时候他当然 他当然这个 当然是 虽然是什么 他们都已经是 这个一个是 成佛的圣者 一个是小沙咪 但是呢 总是什么 看到父亲 还是有一股亲切感 所以呢 也是老师 然后也是什么呢 也是父亲 所以呢 罗互罗就 赶忙的 打了一盆水 去给佛陀 洗脚 因为这个 都是赤足的 都是没有穿 穿拖鞋 没有穿拖鞋 没有穿鞋子 都赤脚的 OK 所以就先洗脚啦 洗完脚之后呢 发生什么事 佛陀就说 罗互罗 这盆子里面的水 可以喝吗 罗互罗就说 不能啊 因为洗脚水 你怎么能喝呢 然后呢 佛陀就说 你啊 就像这个水一样 水本来是清净的 就好像你是 这个 王孙 然后呢 又这个 这个背景很好 然后又远离 远离出家 坐沙门 但是又不精进 于道 而且也不用功 不清净身心 不守 不守口圣言 所以呢 三毒的汇垢 填满在你的胸中 等于清净的水里 有着购汇一样 这个文字 是从 这个大师的 释迦摩尼佛传里面 十大弟子 里面有讲到 所以大家其实 可以再回去看 释迦摩尼佛传 我觉得这一部 这一部分 非常的感人 为什么 这是一个父亲 又是一个老师 对他的孩子 还有对他的 也是弟子 对他的一个期许 OK 没有 劈口就骂 OK 好 然后佛陀 这个 罗霍罗就低头 然后呢 佛陀又讲了 你拿这个盆 当然这个 罗霍罗就把水 就倒掉 然后这个盆子 还一点 还脏污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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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洗 然后呢 佛陀就说 你拿这个盆 盛饭来吃 可以吗 这个罗霍罗就说 佛陀 不行啊 因为 这个盆 还是很脏啊 刚刚才洗脚完 这个佛陀就说 你就像这个盆子一样 虽然做了清净的沙门 但是不修行戒定会 不清净身口意 这个大道的粮 就是大道的这个饭 佛道的饭 怎么能够装入你的心里面呢 佛陀就 这时候这个罗霍罗就很惭愧了 低头 其实 大师在这个 释迦牟尼佛传里面 讲得非常贴切 我觉得很 也很感人 然后呢 佛陀就 踢了一下这个盆子 然后呢 就问说 你怕盆子坏了吗 罗霍罗就说 不会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 洗脚的盆子 它是一个很 粗质滥造的盆子 那这个 佛陀就说 罗霍罗 你不可惜 这个盆子 就像 大家 不爱护你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 你出家了 但是不众威仪 喜欢戏弄于别人 用妄语戏弄于别人 这个行为的结果 是谁 也不会珍惜你 谁也不会 爱护你 那所以呢 命中啊 之后也不能够 觉悟 表示你再 你再不 再不悔过 你这一生 就没有 出家的 或者是 成到的这个机会了 迷宗也更加迷 佛陀就 这个 这什么呢 罗霍罗就很 很 很惭愧啦 然后呢 后面就讲到 佛陀给他两个辟语 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讲 两个辟语来讲 来去这个 怎么样子能够修行 这个三叶 能够 而且呢 我看一下 让我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这个最后 好 这个呢 是三个 这个是英文的 英译的 南传 这个 尼卡扬 这个是汉译的 这个 阿汉经 罗云经 这个是 大师的 OK 我们来看 In the same way When someone is not ashamed to tell a deliberate lie There is not bad deed they would not do I said So you should train like this I will not tell a lie Even for a joke 翻成中文 就是 如是 罗云 未知以妄言 不休不悔 无惨无愧 罗云我说比义 无恶不作 事故 罗云当作是学 也不得细笑 妄言 你看 连细笑 用出口 就是一个玩笑话 也不行 有一些人因为玩笑话 就怎样 就心里不堪承受 他就受伤了 当然可能受伤之后 就做了其他事情 所以有时候玩笑话 你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 反正就 开开玩笑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其实 在佛教里面讲 玩笑话 是 也是 他的后果 也是很严重的 OK 好 这下面 他就想说 罗侯罗 你也应该 跟这只大象一样 保护鼻子 守护你的语言 如果你戏弄妄言 就像大象 大象伤了鼻子一样 会命死亡 不畏众人爱护 不畏智者所洗 离命忠实 堕于山土受苦 OK 好 所以这个 后面这个 我们会下一次再讲 因为今天的时间来不及 所以我们跳到下一次 下一次课程是12月19号 如果大家要来的话 欢迎大家再继续听讲 那是10点到11点半 这个是美中的时间 有一些 我知道有一些参加的人 可能是美东的 纽约的这个信众 那我们就是 美东时间是11点 好 下一次要讲 如何辨明译说 分别 还有呢 讲分别大业经 跟业分别小经 我们来对读一下 这个南传的尼科耶 跟这个汉传的阿含经 他们有一些东西是很有趣的 所以这个是下一次的课程 在那儿